注意!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欽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廣戰士的一個技能組啦 那這次公方已經有把他的全部技能都PO出來了 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新技啊 就是神話階級的技能 那其他技能我們就來先看一下 我們往下面移動 這就是狂戰士的一個model 戰士的model 我們往下面移動這邊有講說一些狂戰士的歷史 我們的 毒王者貝爾 還有這個 鐵匠 朱魯鐵門工位 然後要去打這個火龍 那狂戰士大隻可以拿斧頭、長矛跟盾牌的一個職業 所以之後考不好為多一些斧頭或者是長矛或者是盾牌出來 來給狂戰士專門使用 那這邊就是狂戰士的技能組啊我們來看一下哦 先預覽一下 有很多 這邊4個 4個 6個 5個 5 11 15 19 總共有19個技能 最後再加上我們的 神話階級的技能啊 應該要有20個技能哦 好 那狂戰士的技能有分組哦 他有凹齊的技能是同一個類別的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首先是這個 狂戰士的一個戰士技能組 戰士技能組 然後第一招有這個狂戰士 戰士 他使用技能的時候啊可以強化這個 戰士技能組裡面的一個技能哦 可以讓這些技能獲得額外的能力 所以主要的核心技能就是這個啊 狂戰士戰士這個技能 那接下來 左邊這個是 戰士 體能強化 可以根據我們的等級哦然後來提升血量 那另外你再使用這個 狂戰士戰士的時候啊 還可以提升他的負重 那接下來第2個是這個 戰士力量 這就是根據力量提升傷害值 然後如果你再使用這個狂戰士戰士這個技能的話 還可以額外再提高他的一個傷害比例哦 接下來下面這個第3個 戰士防禦 他可以根據我們的防禦能力來減少傷害 根據我們的防禦值啊 然後你在使用這個狂戰士戰士的時候 還可以再增加他的一個傷害顯免哦 接下來第5個第5個是這個 戰士藥水 使用藥水的時候啊有機會會一次喝兩瓶哦 那在使用狂戰士戰士的時候啊 還可以再減少藥水的冷卻時間哦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2個技能組 泰坦技能組 這邊都是一些綠色的圖案哦 泰坦的技能 泰坦技能組 那首先第1個是狂戰士泰坦 使用技能的時候可以強化泰坦技能組的一個技能 可以讓泰坦技能組的技能獲得一些能力哦 好接下來第2個技能 泰坦暴擊 這個是當狂戰士血量低於 幾%的時候再提高我們的 近距離的暴擊率哦 那你在使用這個狂戰士泰坦的時候啊 可以再提高近距離的暴擊率哦 所以狂戰士的一個核心技能基本上都是泰坦為主啊 因為都是紅色或者是紫色的哦 接下來第3個 泰坦重擊 當狂戰士血量低於幾%的時候 可以無視部分的傷害減少 所以當法師放聖結界的時候啊 我們的狂戰士可以用這一招來 抵消聖結界的一個傷害減少的人力哦 可是這邊不知道可以減少幾% 不過他是紅色的技能 所以提升的趴數應該也不會太少 接下來第4個泰坦炎石 這就是 迴避近距離的攻擊並進行反擊哦 然後如果你拿到這個核心技能的時候啊 你可以再額外的增加近距離的迴避率哦 然後中間這個是泰坦魔法 就是在迴避魔法的攻擊 並進行反擊 然後你使用這個 核心技能光碳是泰坦的時候啊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魔法哦 接下來第6個泰坦子彈哦 可以迴避遠距離的一個攻擊 並進行反擊 然後在使用這個核心技能的時候啊 還可以增加遠距離的迴避率哦 那核心技能就是這個啊 狂戰士泰坦 這叫做 泰坦技能組的一個核心技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3個技能組 戰鬥技能組哦 那戰鬥技能組的第1個技能 這個皇命之圖 可以將目標拉過來攻擊哦 然後可以讓目標無法移動跟傳送 也可以降低目標的一個治療回復率哦 接下來第2個衝擊 可以往前方進行衝擊 然後有機率為此目標忽明 接下來第3個蓋亞他是直技哦 他可以在短時間內連續的回復血量哦 然後當你被充暈暈到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這一招進行回血哦 所以蓋亞這個技能不會受到充暈的影響 接下來第4個拘束移動 他有機會可以讓遠方的體能無法移動 所以用鎖鏈鎖住到的腳 接下來是第4個技能組 戰士技能組 好首先第1個是解放力量 學習道特技能的時候啊 在取消力量能力點數的限制哦 就是 原本我們點到50點就變紅色不能點了嘛 能力點數啊 然後如果你學了這一招 你還可以一直點51525354556 跟到95979899100 所以這一招可以讓狂散士的力量一直點上去哦 接下來第2個技能 殺手 他可以讓狂散士裝備雙手斧啊或者是雙手使用的矛 然後再裝備這個盾牌哦 然後還可以額外的再提升我們的攻擊速度哦 接下來第3個技能是這個粉碎 攻擊的時候有機率會造成3倍的障礙值哦 接下來第4個力量之血 使用的時候可以吸收HP 這個就是狂散士的吸血功能 所以讓你一直狂狂狂狂起來 狂到底哦 然後又有各個吸血功能再回血哦 有這一招才不會狂一狂就死掉了 所以有這一招之後你就可以一直狂下去哦 狂到底 那以上這些就是狂散士的只9個技能哦 好大家有沒有覺得狂散士很猛啊 有很多 傷害輸出的技能 有通暈然後又有吸血 還可以拿專軸斧 再拿盾牌 還有其他職業沒有的3倍暴擊的能力 有這些技能之後啊狂散士的輸出變得很可怕哦 爆炸輸出哦 好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 掰掰 我們下次見